大家好,我是Stan 为员工们计划了两天一夜 教育会活动的一家中小企业副总 接到了这样的一通电话 打电话的是一个小女孩 她说她是这家公司员工的女儿 然后提到了教育会活动 小女孩吐槽,爸爸不带自己 只带哥哥去 被小女孩可爱到的副总 想让这位同事也可以听到内容 就把通话音调到了免贴模式 这段通话内容被女孩的爸爸发到了论坛上 女孩的爸爸表示 因为有四个孩子 所以原本打算只带老大去公司的交友会 突然接到了副总的电话 要他带老二也一起去 我当时都懵了 副总告诉我 老二有打电话给他 应该是老二趁我睡着的时候 打开我的手机 把老板跟副总的电话写在笔记本上 甚至都还背下来了 哇 再女儿得知 可以去交友会后 又给爸爸打了电话 女孩的父亲在之后的电话里表示 因为公司规模不大 员工之间关系都很亲近 最后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交友会活动 实在是太可爱 太温馨了 是有多逗他的话 一开始不是说请带我去 而是不要让爸爸跟哥哥去 真的太可爱了 说还要打电话道歉 威胁爸爸的女儿太可爱了 有四个孩子是有理由的 真的是很和睦的家庭 接电话的副总 真的是人品非常好的一个人 开始到最后 都是使用尊重的语气与态度 感觉心灵被净化了 这家公主也很可爱 副总换免提模式后 周围同事们笑的声音 让人感到很温馨 所以今天 如果自己的女儿打电话 给自己的公司上司的话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不必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